GChannel ULTRA 你好 你好 回家 你好 欢迎收看GChannel ULTRA 在传统门中 一般都要用拉线和用濕电才能使用 当它坏了时 要维修都不简单 最近我入手了一款智能门中 由Speed 公司推出的Intelligent 2G 拥有IP65 而且是无线 还可以博力的智能手机一齐用 现在就和大家开箱看看内容如何 先和大家讲一些重点的规格 Speed Intelligent 2K 拥有2K的影像摄录 支援到130度广角镜头 另外有一个人体的偵測 某一段距离 当有人走过的话 镜头就会使用着气 达到IP65的防水设计 同时支援128GB的SD卡 如果大家需要长城的录影 就要透过一张卡才能做到 待机时间有半年 如果每天按大约10次 就可以用到3个月 同时也有夜摄功能 距离也有10米 有多镜头都不会跟着 Intelligent 2K 跟着USB的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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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装有一个实体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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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中間位置有一個小孔 用來收回訪客的聲音 最下面有一個中同按按鍵 用來讓訪客按門中用 在鏡頭底部有一個聲音 屋內的聲音就由這個聲音傳出去給訪客聽到 旁邊有一個防水蓋 打開了一個 USB 插口 最主要的充電位置就是這個導力方 另外後面有兩顆金屬的點 這次鏡頭其實是可以接實線的 只要把實線放在左上 鏡頭後面的兩點 就可以經過插座的金屬接點來拿電 就可以長期供應電源給鏡頭 就不需要拆出來充電 再高一點又會看到一個防水蓋 如果需要長期錄影 就要把SD 卡放在這裡就可以進行錄影 旁邊有一個開關鍵 用的時候記得打開 鏡頭有 IP65 的防塵防水規格 放在門外使用都不需要太擔心 來到器用的部份 就是今次SPEED 裡面的APPs 逐個跟大家研究一下 首先進去的時候 只要按中間的畫面 就會有一個主要的選項 最左邊就會有一個CAP 圖 按下去就會卡住 然後就會有一個對話 這個就是用來跟房客直接在門外聊天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錄影 按下去就會即時錄下在現在的畫面 另外還有這個移動偵測 這個也是相當有用的 當你開啟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設定某一個距離 鏡頭就會亮起 亦都相當靈敏 我試過基本上我回家的時候 在電梯口轉角就已經偵測到 鏡頭已經立即亮起 亦都可以看回錄影的片段 以及剛才的CAP 圖 最頂頂的右上角 會有一個設定的圖案 按下去之後 會有更多選項 我選擇幾個比較重點 跟大家說一說 首先就是這個設定的分享 除了這部機器可以自己在手機上看 亦都可以分享給家人 只要把他的帳戶加進去之後 大家可以同時收到訊息 以及可以直接看得到現在的鏡頭的畫面 亦都可以做一個位置的管理 本身它有四個位置 如果你的家多於一個智能門鐘 你就可以將它分配在不同的地方 剛才也說到 因為它有一個Doorbell跟進來 你就可以在手機上設定 不同的零聲 進入後發現有四個不同的零聲 亦都可以控制零聲的大小聲 再來一點點 會有一個電磁管理 這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項目 如果大家要檢查鏡頭有多少電量剩下的話 在這裡按進去就立即可見到 最後會有一個雲端服務 如果你沒有用SD卡的話 亦都可以將鏡頭拍下的短片或相片 將它放在雲端上 當然這個雲端服務需要收錢 但首七天是免費可以體驗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亦都可以加入雲端計劃 Apps 最主要功能大致上是這樣 另外還有一些很細微調的地方 如果大家買回來的時候 就可以自行再去發掘一下 現在我去試試實際在手機上使用時會是怎樣 你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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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回報和總結 我用了這個SPEED鏡頭 大約用了一個多月 其實都覺得挺理想的效果 因為我最基本都是想它有一個doorbell的作用 還有會有一個鏡頭去攝錄 每一次當你按鈴的時候 它都會夾一夾現在的畫面 你可以即時看到房客是怎樣 你還可以透過App 即時跟房客對話 譬如有時一些速遞的送貨服務 你不是在家裡的話 你可以跟它說聲 就叫它放下你門口收貨 另一個功能當然有防盜的作用 如果你外面發生什麼事 你不需要走出門口 只要透過手機按著即時外面的情況來看看 就相當方便和安全 至於電量方面 它說到有三個月的使用時間 基本上我現在用到這一刻 用了大約一半左右 過零月都是合理的 而有一個缺點也要跟大家說聲 當你有房客按鈴的時候 手機就會彈出一個NOTUS 如果你即時不接聽的話 這個NOTUS就會永遠存在 當你回頭要按鈴的時候 它就好像有人在按鈴一樣 就會有一個錯覺出現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 Speed Intelligent 2K 智能門鐘 我自己覺得用上來是滿意的 而售價方面 只是六百多元 如果大家對門鐘有興趣的話 留意影片下方的謠述 我就會將相關連結 留給大家了解更多 今次的產品開箱評測到此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有問題的留言 如果你覺得我的頻道可以幫到手 就記得訂閱和分享影片 我們還差一點就有6000訂閱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我們看看下部影片 有什麼新的電子產品 再分享給大家 下部影片再說 拜拜